一池正剑 倡导师修 制空禅师开始 如何读金刚经 一 有人问 师父 读金刚经是不是不要思维 只读就行了 制空禅师开始 读金刚经没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怎么读金刚经是次要的 你为什么读才是主要的 你读金刚经的目的是什么 你再看看通过读金刚经能不能达到你的目的 然后才能说如何去读 其实读金刚经的时候 不思维也可以 思维也可以 最后都是增长定会而已 没有一个绝对的应该怎么读的标准 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 目的不一样 所以说法无定法 二 有人问 金刚经上说 一切法皆是佛法 望师父解一下异理 制空禅师开始 佛法解释的是宇宙或者说法界 或者说万事万物的根源 也就是心法 佛法 佛法及心法 那从心法根源展示出来的万事万物一定包括在佛法之内 所以 一切法必定皆是佛法 佛法是圆容的 能解释 解决所有的问题 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法没有被佛法解释通 那么就证明佛法一定是不圆满 不圆容 没有解决法界的根源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